這次仁川亞運中華城棒隊一共有三位捕手入選 來自異大犀牛的林昆生 海盜隊張靜德 與印第安人隊朱立仁 三人可說是各有特色 在場上的功能性也有所區隔 林昆生從業餘時期就是國家隊常客 清新的思路和水準以上的打擊能力 是陣中最值得信賴的指揮塔 而朱立仁和張靜德相當年輕 雖然手臂不是強項 但打擊爆發力相當驚人 林昆生這個 他的經驗啊 他的 他的也比較資深 各方面國際賽的經驗都很足夠 所以他來handle整個球隊 應該也是沒問題的 那目前整個安排還是 我想應該是會以林昆生為主 二零一零廣州亞運 年僅二十三歲的林昆生就當選國手 不過陣中還有高志剛 與當時還是捕手的陳俊秀 因此上場機會相當有限 四年後搖身一變 不但耀生主戰捕手 還成為新一代中華隊長 輔手的經驗一定是年紀越來越大的話 智力越來越好 你的經驗就越來越高 我只能告訴他們就是說把你平常的做好就好 其他的都不需要去想 就是他在帶球就是帶整個球隊啊 就是控制場面想學到這些 年僅二十歲的朱立仁是正中最年輕的球員 因此想跟神拜多學習 至於在天津東亞運扛起中華隊第四棒的張靖德 近期則是陷入了打擊低潮 我問他說差不多一兩個月前在美國就打得很不順暢 那這幾天的觀察他整個型有點跑掉 所以在打擊狀況他是比較不是那麼進入狀況 軟體新聞綜合報導